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藍 最近很多街坊都問我 究竟政府的失業津貼是怎樣申請 究竟有什麼申請資格 什麼時候可以申請 最快可以什麼時候收到錢 怎樣為之失業等等的問題 今天就讓阿藍告訴你 不過在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幫忙CLSS 留言、分享、讚好、訂閱 未訂閱的你記得幫忙訂閱 因為Youtube說我知道 很多看片的觀眾都是未訂閱的 所以幫幫忙訂閱 不說那麼多 我們立即開始 首先大家回憶一下 在今年的2月初 大概就是農曆新年的時候 政府宣布推出第六輪的防疫抗疫基金 當中會發放一筆過一萬元的津貼 給因為第五波疫情而失業的人士 也就是坊間所說的失業津貼 失業救濟金等等 但是說了那麼多 那申請得了沒有呢 在說什麼時候申請得之前 就讓我先說有什麼申請資格 根據立法會財委會的文件 這個失業津貼主要有幾樣的申請條件 第一 在你失業之前 月薪是不得超過30萬元 這樣是為了將公共的資源 運用在一些更加有需要幫助的基層上面 所以才畫這條線的 根據政府的資料 月薪3萬以上的人 其實是佔了勞動人口的75%的 第二 如果申請人是縱瞞的受助人 或者在第六輪的防疫抗疫基金裡面 受惠的人士 都是不合資格去申請這個失業津貼的 簡單來說 即是你沒有因為政府的這一輪津貼而受惠 也都沒有拿著做門的話 那你就合資格申請了 這樣都合理的 因為公共資源沒有理由雙重資助的嘛 第三 申請人就要在第五波疫情開始失業 以及申請津貼的時候 至少就要失業一個月 在立法會的文件裡說到 至僱的人士都是會考慮去接受他們的申請 好了 聽到這裡你就會問 究竟失業的定義是怎樣 那我是不是說我自己失業就可以申請得呢 那根據文件就說 會用申請人的強積金戶口資料 去核實申請人的資格 換句話說 即是政府會看下你在第五波疫情開始的前後 你的強積金戶口有沒有被老闆去斷工你的MPF 但是細節 好像自顧人士怎樣申請等等的問題 政府就說要在接受申請之前才再公佈 說了那麼久終於說這個申請期了 截至今天即是2022年的3月17日 政府其實都還未說是開始接受申請的 但是早於2月初的時候 他就說 預計在今年3月中就接受申請了 申請期有3個星期 最快4月初就會發放這個失業津貼 但現在好像連影都沒有 所以阿南其實已經給了信林鄭和陳某波 讓他們快些可以讓大家申請到這個失業津貼 如果有進一步的消息我會再跟大家匯報的了 在這一波的疫情都令到各行各業收入大減 市面上都很明顯看到這條街非常冷清 亦都令到很多打工仔去失業 所以阿南會繼續去追政府快些出這個失業津貼 讓各位打工仔可以度過這次的難關 如果喜歡這條片 大家記得幫手like share給朋友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